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学会感谢 今天早晨 父亲在上班前交给我一封信 我看了很受启发 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 阿利柯 我相信你的同学斯带蒂就不会像你那样抱怨老师的 对吗 你今天对我说 老师情绪不好 看起来心烦意乱的样子 你的话语中流露出了相当不耐烦的语气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也常常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也常常对你的父母发脾气吗 那么 你的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谅解他一下呢 你不妨想想 你们的老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这花费了他多少的心血啊 在他教过的学生当中 会有一些尊敬老师 对老师怀有感恩之情的好孩子 但是 也会有与老师作对的坏学生 而且 能让老师感到快乐的学生 要远远少于让老师烦恼的学生啊 你再想想 即使是一个十分神圣的人 处在你们的老师的立场上 他可能也会忍不住要发脾气的 更何况 你们的老师身体不好 还常常生病 即使这样 他也坚持来为你们上课 他偶尔心情不好 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你不能总是不了解情况 就胡乱抱怨老师这不好那不好 安利克 你要尊敬你们的老师 要敬爱他 因为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们的身上 他为你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你要爱他 等到你长大成人以后 当我和你的母亲不在人世的时候 能和我们一起浮现在你眼前的 恐怕只有你的老师了 所以你一定要爱他 而且那个时候 当你想到多年前 竟然不理解老师的一片心意时 你就会觉得自己当初是多么幼稚 那时 你一定会为自己当初的想法感到羞愧与悲伤的 所以 你一定要爱他 你的老师是我们祖国教师队伍里的一员 他和其他老师一样含辛茹苦地培育你们 呵护你们 是那些培育出了伟大人物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可是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和报酬的人 正因为如此 你才要好好的爱他 无论你有多么爱你的父母 但是 如果你不爱那些为我们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我也不会感到高兴的 在所有为你付出了心血的人当中 你的老师是仅次于你父母的人 所以 你要像爱戴你的父母那样去爱你的老师 不管老师做得对不对 你都要热爱他 老师心情舒畅 慈祥温和的时候 你要去爱他 当你觉得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更要去爱他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热爱你的老师 而且 当你说出老师这两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满怀敬意 因为老师一词是除了父母的名字之外 一个人能够给予他人的最崇高 最亲切的称呼了 你的父亲 因此你都要命令人的最崇高 最崇高难的 让他们打算最崇高难的